就是突然跟村長聊Hate Theory的時候 他就說這可能會有那個叫做 那個叫做 商標權的問題 就幾百塊錢這樣子而已 那Hate Theory今天其實沒有什麼發展 但是主要是就繼續看一下GDP過去前人有什麼很棒的搜尋引擎 就是值得收入進來的 這邊就是主要是兩個 一個就是這個 先說就是很棒的是 就是之後收定就只能不用用Google了 我們有Mozdita在搜尋大量的語調 所以我打算就是 如果我平台真的有人在用的話 就把大家的 大家導到這個common voice去好了 我們真的要有開源的語料庫會比都依賴Google好 一個整合的 因為現在網路有點蠻 一個整合的就是導到這個超濃郁系統的用藥指南 所以未來在Hate Theory說 那就是蘋果的用藥的時候就會倒進來 番茄的用藥的時候 就是可以讓農民可能 他有一個智慧影響在他的 在他的集聚上面 番茄的用藥 那他就知道要放藥比較好 另外一個是Juling V News 發現Juling V News很努力也在寫一些很棒的文章 所以就是 我只要下謀語的公民科技新聞 就是會打到這邊 另外發現透明主機是過去一個很棒的專案 但是沒有API可以 就是直接讓我去搜尋關鍵字 這是蠻可惜的 那個司法強官網 我發現就是好像 有大量的法官可以看 但是發現點進去好像就是 就是錯誤引擎 蠻可惜的 然後其實我發現 我這個概念就是跟Google瀏覽器內建的 就是我整合搜尋引擎的概念還蠻像的 所以未來說不定 任何人都可以把他 綜藝的搜尋引擎 加上覺得適合的關鍵字 就是直接建在系統上面 另外有 我們叫雨婷 那個 我們Juling V 就是Juling V 使用者們的 那個資料 技能資料庫是不是可以開放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 無遠搏屆的在網路上面 即使找到小幫手 而不是進來Slack裡面 那Juling V 那Juling V 是一個很棒的一個概念 就是大家有這個Juling V 的意向 然後就一起開發支持Juling V 的事情 然後今天跟Roni Wang請教 然後未來也會可能 可以應用在我 chatbot.tw 這個社群上面 就是歡迎大家 未來如果要開發 chatbot 然後是想要推廣 表現機器人 被引力的話 其實可以來申請這個 那目前是指到 這個 chatbot的社群 當然是一些商用的大咖 大咖們在上面 討論還蠻多的 Line跟Facebook 最近是Line比較紅一點 然後有聊到一個國家寶藏的 這個專案 發現也可以用關鍵字 搜尋一些OCR的內容 但是 發現也是沒有API可以Call 所以 目前呢 就是希望如果 這個國家寶藏要 讓大家更方便取用資料的話 是不是有API 可以讓我下關鍵字 使用者就可以直接看到這些歷史文件 那一位好朋友 就是早上才有提案的 就是 讓大家好聯絡各大的政府單位 那未來如果整合到語音 語音的話大家就可以直接 講完以後就直接播出去了 當然我覺得是蠻好的一個創接 以上報告謝謝大家 謝謝